马上带大家来关心 总统赖清德就任第四天 不过大陆的军方频频有动作 中共解放军东部战区 今天宣布为在台岛周边 开展联合力舰演习 那么更多内容赶紧交给记者 刘婷婷 好 主位观众马上为你来讲 我在今天早上7点45分的时候 共军透过了官媒的平台 来对外宣布要对台湾 进行为期两天的演习 这个演习的名称就叫做 联合力舰2024A演习 如果觉得名称相当的耳熟的话 也是因为在去年 前总统参议文 到美国跟美国众议院议长 麦卡锡会面反台之后 共军也曾经举行了 联合力舰2023的演习 不过我们就来看到了 这一次的演习跟上一次 至于跟裴洛西来台湾之后的 围台军院到底程度上 有什么样的不同 首先来看到了这张照片 这也是共军所发布的照片 来看到在台湾周边的 这几个红色区块 运计都会有共军的兵力 包括了海上空中 甚至还有火炌金的兵力 都会来那里 在那个位置 进行相关的一些打击 或者是相关的一些巡航的演练 我们可以看到 共军也是把这次联合力舰 2024A的演习 说它的重点演练 包括在海空战备警巡 联合夺取战场综合控制权 联合金打的要害目标等科目 将会由共建 以及共激抵近台湾周边的战备警巡 形成呢 岛链内外的一体联动体验 战区的部队联合作战实战能力 讲的这些比较复杂话呢 简单白话文来说一点的意思呢 就是你看了 它对于这个联合金打 要害目标点科目 包括呢 它已经确定会出动它的火箭军 所以到底呢 它接下来只是做一个 机动性的一个科目呢 到底会做这相关一个什么样的 这相关的训练 目前我们还是有待来观察的 不过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对于这个 舰机抵近周边呢 预计呢 是将会跟我们 非常辛苦的海军 还有海巡呢 将会在 我们24海里临街区 在过去之外呢 当然我方呢 是要全力的来抵近 而且防止共军越雷池一步 那他们说呢 这次的演习的目的呢 主要是要对于台独分裂势力 谋独行径有利 惩戒对外部势力 干涉挑衅的严重警告 不过我们也知道 赖总统在他的就职演说当中 有特别提到了 中华民国是有主权的 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互不隶属的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呢 国台办从第一天开始 就把这样子的说法呢 是跟台独行径绑在一起的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过去几天 共军呢 其实都没有太多的一些动作 那主要呢 我们目前推估 主要是因为呢 在520来台关理之后呢 其实呢 有非常多的外宾 那其实这几天呢 他们也都陆续的离开台湾了 所以或许也是等待 这些外宾离开台湾之后呢 共军才对台 有更多的进一步的动作 不过我们来看到 这次的动作 跟之前有什么不一样 因为可以看到呢 之前他的一些演习的科目 其实就是比较针对于台湾周边的 我们本岛周边的 但是可以看到 这次呢 也特别纳入了 像是金门马祖 以及乌丘 可以看到呢 在这个共军所示出的一个照片 包括在乌丘这里 他也特别呢 也画了这个 相关的航击图书呢 预计他会按照这个航线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军事专家借重也是说呢 这次的演习 是要来对外来展现 攻台的全程的一个过程 那当然呢 在一定程度上 就是要对台湾 我们的国人进行恫吓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共军呢 在赖清德旧时的第四天之后 就有这样子一系列的动作了 不过我们来看一个 比较 这次的一个比较图的画面 来看到呢 这张的照片呢 其实就是澳洲的天空新闻台的记者 透过社群平台X所制作的一个图片 来看到呢 这个画面其实可以看到 就是拿着那个 我们美日国防部 所会公布的航击图 在碟上 这次的这个共军 所公布的航击图 去做一个碟式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六个的红色区块呢 最主要呢 它最大的一个 最明显的这个目标的 观察的重点 可以看到 第一它都在我们的防空识别区之内 第二可以看到呢 在海峡的这一块呢 这两个区块 基本上都是越了我们的海峡中线 非常抵近我们的台湾本岛这一块 所以可以看到呢 这一次是非常的 对于本岛的这个侵略意图 是非常明显的 另外还有看到在花莲的这个位置 这个花莲的位置呢 目前我们评估 对比之前的一些演习呢 它是蛮接近花莲的 那预计呢 目前还不确定 当然我们的国军 还有我们的海巡 也是非常的辛苦 也是要确保这些的 共军的企图 侵犯的行为 都会在我们的邻街区之外 那在今天下午呢 赖总统 以及国防 新上任的国防部长 顾立雄 以及新上任的官会 秘书长吴钊燮等人呢 原定是有到这个 桃园的一个 军事的一个行程 要去视察我们的 陆战队66旅 那预计接下来 在今天早上的顾立雄 有没有进入到 和尚指挥所 去做相关的作证 而且目前呢 国军也是来提醒 所有的国人 千万不要当心 因为国军都有严密的 利用情间针的手法 还有手段呢 来全程掌握 共军的动态 那接下来呢 共军会持续 透过心理战 什么样的心理战 例如说在事后 是不是释出 更多的一些影片 或是在网络上 透过一些 他们制作的一些 新战文宣等等呢 想要对台湾 这边来做出一个 恫吓的行进 恐怕也是 接下来国人 要必须要当心的 而且呢 我们目前的 新战大队 这里预计也会做一些 反制相关的内容 当然呢 因为可以看到呢 共军也是看准了 在来台 管理520的访兵离开之后呢 在赖清德 就职第四天 也对台湾展开了 联合历舰 2024A的演习 那有更多的内容 TVBS也会随时的 为你来掌握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 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